他就是人 挡不出这个自我来出来的 挡不出这个延迟出来的 不是我们一社区的工作人员 已经操作进行服品的吧 公安已经在机会调查了吗 我们街道也是配合公安 近日 网传无锡市一处垃圾分类站的 电子屏上出现了侮辱性的标语 引发网络热议 网传视频显示 一处垃圾分类站的电子屏上 滚动播放着侮辱性的言语 再不听从指挥 男的被某某 女的被拉去某某 不从者扒光衣服丢路边 垃圾分类站旁边 不少人举起手机在拍摄 现场一名男子表示 只要是人打不出这个言词的 无锡市梁西区 阳明街道办事处的 一名工作人员透露 此事已经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一切以公安机关调查结果为准 金星派出所接听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 他不是办案人员 不清楚具体情况 并表示看到了不要转发 不允许发布 要删掉